102 M730 沿水坊逐擴大葵聯水泉澳 H. 陸水釀本超標 2015年7月15日要問A.02頭條九龍灣啟程 H. 沿水問題尚未解決之際,沿水坊再擴大支葵蔥及沙田 政府作公布最新化驗結果發現,同屬防委會核下的葵星為葵聯 H. 以期及沙田水泉澳 H. 液驗出食水含源量超標0.4微黑至13.3微黑不等 涉及於1,500戶居民 政府指,初步測試顯示 葵聯 H. 以期的源水源頭與後管消漢物料含源有關 但不會排除其他原因,有待將成立的專責小組全面追查源水源頭 以事件是否涉及當局監管工程北黨 新兼防委會主席的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亮表示 將建議防委會亦成立專責小組,檢討不同階段的監察程序 政府早前秋葉同樣由承接啟程 H. 水管工程的持牌水喉將林德森負責的四個屋 包括葵聯H. 水泉澳H. 深水春藝F.灣H.和屯門龍日H. 以及中大五兒孫書院學生宿舍和九龍城政府合處的食水樣本 政府昨日連續第二日召開跨部門記者會,公布抽驗結果 當中於2014年落成的葵聯H. 以其聯月流和聯日流 44個水瓣中,共有五個食水樣本的原含量超出 為每公升上限10微克的標準,超標0.4微克至13.3微克不等 即最高超標1.33倍,而與啟程H. 同由中國建築任總成建商的水泉OH. 現時有四座椅入伙,在43個樣本中,只有起存留一個樣本超標0.4微克 林天星,漢接物含源機會大水母署長林天星指,葵聯H. 以其單位內外的喉管工程家由林德森負責,初步快速測試結果顯示, 部分單位食水喉管的漢接物含源,漢水的源頭來自漢接物的機會大, 但仍需作進一步檢驗。 他說,與啟程H. 一樣,當局不會排除事件與供水鏈其他裝置有關,即將成立的專責小組會全面調查。 他由指,水泉OH. 起泉樓只有三戶居民已入伙,而超標樣本來自空置單位,同層其他樣本的原含量偏低, 需要進一步抽驗,才能確定水泉OH. 食水管有問題,就葵聯H. 食水源量超標。 訪署署長應耀康表示,該H. 的工程承辦商圍稅安成建有限公司, 處方議案啟程H. 的處理方法,為葵聯H. 居民提供遵裝水, 並即時在每座大廈地面設置水箱供居民取水,以及為向居民派發衛生小冊子及舉行居民大會講解事件。 衛生署會為葵聯H. 驗出食水含原量超標的五個住戶驗血, 而該H. 的六歲以下兒童,孕婦及暴雨婦女亦可預約驗血, 民主黨作業公布的葵聯H. 食水即日的檢測結果, 顯示二十五個水樣本中,有七個含原量超標, 超標最嚴重的樣本,每公升含有六十二微黑原,超標五倍, 該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認為事態嚴重, 促政府成立由法官領導的調查委員會,作深入調查, 但林天聲表示,抽鹽水樣本有專業和嚴格的規定, 不知民主黨的抽查程序,難以作出評論,若並非根捉專業程序, 會令化驗結果有偏頗。 特首,最先發現問題非月製組件原水方擴大, 政府一直傾向相信因喉管寒製物不符合規格, 對於有質疑或是內地月製組件及喉管用料,則堅稱未有確實證據, 特首兩真英作回應事件時, 亦特別強調,最先發現含原成份的並非月製組件, 有關銷漢物是否含原材是關鍵, 又指現時無證據顯示在香港製造的口管無事, 香港以外製造的口管就有事。 他說,政府接下來的工作不會看有關組件是否熱制, 凡是含原的組件,無論在何地製造都會處理。 張炳良亦認為,消汗物是原水事件源頭的可能性最高, 但當局一定會循不同途徑追查源頭, 現階段亦不能說月製組件無問題。 他又指,將於明日向防委會提出成立一個專責小組, 全面檢視防委會在工程方面, 包括物料、施工及月製組件等, 在品質檢驗和工程不同階段的監管情況。 啟程 會曾將設臨時供水系統此外, 政府及啟程 成建商計劃在 H內每藏大廈天台水箱搏後管至每一個樓層, 在每層提供供水位置,方便居民不用到地面取水, 其於三星期內完成。 政府又表示,不排除需要全面更換後管, 但首要更換走廊位置,發現消汗物含原的後管, 長程日後會有公布,另外,翻查水務處資料發現, 啟程 本月九日獲得大廈優質供水 仍可計劃食水證書,取得該證書的曲軟須抽取水樣本化驗, 但翌日訪處即公布該 H 四個水樣本原含量超標,其後再發現三個超標樣本, 相關新聞件 A 四食水含原超標屋 H 啟程 H 超標樣本數量 7原含量,每公升10.8至35.1微克不等工程承辦箱, 中國建築規聯H 其超標樣本數量,5原含量, 每公升10.4至23.3微克不等工程承辦箱, 瑞安城建水泉澳H 超標樣本數量,1原含量, 每公升14微克工程承辦箱, 中國建築世衛指引上限為每公升不高於10微克網站文章, 2015年7月15日原水方續擴大攜聯水泉澳H 六水樣本超標 H T T P 母號相斜線 www.am730.com.hk 斜線Ortical下滑線27259